張靈甫是我們忠烈時排位 第一個 也是當時整個抗日 一直到剿匪的時候 國共內戰的時候 真的最能打的一個黃埔將軍 可是這個黃埔將軍 他後來就是被黃埔弟兄 給出賣掉 給背叛 而因此而陣亡的 其實當時的張靈甫 其實蔣介石很喜歡 他黃埔是他自己帶出來的 所以一騎和士騎 是他最照顧的人 而張靈甫在裡面確實很傑出 所以日軍最怕的就是張靈甫 我相信大家都講過很多事 然後後來到了國共內戰的時候 他就身先世俗 在徐辦會戰之前說 他到孟良故去 他在那邊吸引共軍的主力 然後你後面的劉志 還有各種各路同學的軍團 你就圍過來拒肩共產黨 結果大家就想說 你張靈甫 這麼小小的小學弟 小同學 過去不怎麼樣 你還犯過罪 你竟然已經越來越少許 如果這個戰功讓你立下來了 那我們以後還要混嗎 有看到你就要立更鞠躬進你了 所以部隊要去支援他部隊 故意拖延慢慢走 天啊 所以他就在那個時候被共軍包困 共軍就大喊著火灼張靈甫 他最後就殉國 殉國之後 小切子當然很生氣 你們這些徒子徒孫 你這樣是搞你自己的同學 所以包含湯恩伯那時候負責了一個將領 拿著手上就打他 可是呢 大家就想說 哇你蔣切子對張靈甫這麼的疼愛 然後張靈甫也死了 所以來到台灣之後呢 他的那個後來結婚的太太 也來到了台灣 然後太太問說 所有人呢 不幫他辦手續 所以呢 這些人呢 真正殉國的將軍 他的遺暑呢 是沒有得到各種的照顧的 啊